当时那个 我俩真正那种亲人的建立 还是刚才放了 话剧吧 话剧 对 话剧我俩是 在长沙排练就排了四十多天 是杨文哥 极力 首先推荐 然后他也做我的工作 他说百贵这个真不错 我们两个真的好好去研究一把 才有这次合作 要拿出来四十多天的时间啊 不止啊 好到两月了 排练的时间 对 不止 演出完了 还在这个长沙湖南省 演了好多场 我那时候我也想找一个 因为我舞台戏 我都就少十年没拍了 一般一个舞台戏 多长时间就能把剧本记住 记住 就全部记住 我就演那舞台戏 就拍的前两场 三四场演出的时候 我里边还有瞬间 忘掉几个字的时候 这个戏吧 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话剧 传统意义上话剧 一个男主角 一个女主角 大概他们是按字数算 是有几千字 但是刚刚那个耿彪将军 因为主要就是写他的嘛 一声 耿彪将军的一声 可能他有一万两千多字的台词 他就是背台词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戏把它给 被晕圈了 对 他这么多年我认为 可能那个就是一个 特别难啃的一个骨头 因为太难了 他又是军事 军事家 外交家 你还得记住 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吧 术语 对 而且在舞台上 特别考验 那个演员的功底 而且就不能忘的呀 你想啊 它要变成一种 一种记忆 就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 它后半就成肌肉记忆了 对 但是我们的时间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排练时间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我看着 我说哥 真的是 对你真的是一个挑战啊 老鼓励我 我非常理解你 我说我非常理解 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 我觉得 这是必须要背下来的 你怎么能错词呢 这种感觉 然后 我有一场 我的词其实不是很多 我瞬间断片了 我突然在那个场上 大概五秒钟断片时间 我的对手是 也是很有经验的 话剧演员 因为我们是影视演员嘛 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断片了 我接不上了 然后那个演员 帮我接过去了 我才理解了 真的演员在舞台上 可以断片的 那天晚上我们出来 因为每天都是 演完都十一点多了 在一起要聚一聚 聊一聊 今天的问题 在那之前呢 说实话 我有点站着说话 不要疼 我总是 我下场了之后 我就在那看刚哥 我就是逗他嘛 因为也是一种 鼓励老大哥的方式 我就逗他 又断片了 说哥 今天错了几个词 然后我就给他数出来 这错了 那错了 他有一些细小的 一些东西的 然后那天晚上 我 我说刚哥 我要敬你一杯酒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真的体会到了 你太难了 因为我真的体会到了 演员在台上 是可以断片的 对 白慧演的还是老同志 这是到最后的 他的演的七生 对 因为就是 耿彪将军在 可能是临终之前的 今天的 这是最后一场戏 90岁 对 我们从 在外交的时候 包括穿旗袍 那个时候 一直演到老 是有跨度的 白慧最近怎么样 我就是两边跑 白慧这次 又接到一个 非常棒的戏 而且他的行踪 我一直很关注 他连续 今年啊 一年多 他连续拍了几个男 女主演 他这次接到一个 我们那个 李璐导演 拍了一个 李璐导演 我很熟 叫什么什么 人世间 人世间 梁晓生的小说 因为李璐导演 他这几年非常火 包括人民的名义 还有那个 巡护检查组 检查组 他非常播 收视率 检查组播得特别火 特别好 挺好 那你接下 要大火了 我也想考那个组 但是我没考上 所以我还得 给李璐导演探个班 请他吃吃饭 请你们到长春 在长春 在我老家 在我老家拍 太好了 让你感受一下 我在我老家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今天呢 特别开心啊 百会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关键是摇杠老师 摇杠老师今天 已经蒙圈两次了 一岁没踩 没有 刚才跟你说 都是重量级的 我们打的就是美女排 打的就是美女排 我觉得挺锻炼思维的 对呀 我再说一个 刚哥是这样 他有一点非常的专一 就是他吃饭啊 跟他吃饭很没劲的 他永远就是两个菜 西红柿炒鸡蛋 韭菜炒鸡蛋 米饭 我说刚哥 咱们能不能 就是再点点别的 对对对 我不吃别的 就这么多年 因为我们 在拍话剧的时候啊 每天都在一起 吃在一起嘛 他好没劲啊 你知道吗 其实 你是不是 胸脂对恋爱 也是这样的呀 所以就一直单身嘛 是吧 这个摇杠老师呢 一看呢 其实他也是一个 对自己 比较简单的人 吃啊什么的 也不是说 我一定要吃什么好东西 但是呢 对朋友 就要朋友来了 就绝对的海鲜 得上上 这个好久 得摆上 是不是啊 我就自从认识 姚刚老师之后 我都有一个人生梦想了 我要去趟大连 对对 我就想说 你们一定要去趟大连 感受一下 姚刚哥在大连的 这种热情 热情 对啊 王老师 你不也爱吃吗 那必须的 必须的 先去趟大连 再顺道去趟长车 你放心 我下次去带韭菜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和张颖 留下红毛药酒的温暖时刻 拜拜 亲爱的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